哈囉大家好 我是杜詩梅 我現在在國家劇院 然後剛觀賞完 哎呀我的媽上半場 這是一部我已經聽聞許久 但是一直在搶碰當中 沒有辦法看到一齣戲 但我看完上半場 我個人內心現在非常澎湃跟激動 我沒有想到我的男神跟女神 可以搭配得如此完美 而且不瞞大家說我的女神 她是一個肢體障礙者 但在這齣戲裡面 完全看不出來表現得太好了 然後她終於回到以前我喜愛她女神的那種歌喉 然後那種偶像的狀態 然後我聽說五月的 剛好在母親節的時候 然後在桃園的展演中心有佳演 所以如果你跟我一樣 不幸在之前的演出都沒有看到的話 各位千萬不要錯過五月的佳演 好好看那齣歌舞劇 然後非常的有笑有淚 然後我很期待下半場繼續觀賞 這麼好看的戲 居然見